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修学的环境 下一端呢 先正宝 波旦建立极乐世界 提供我们修学的场所 而且佛先生说法 亲自来指导我们 教育我们 我们看经文 发葬臣佛 好阿弥陀 臣佛以来 于尽世界 在宇宙里头 在极乐世界都是老资格 你看无量界 他第十节就来了 这老资格了 一定要证据 第一生一定要成就 我们看见他的主题 发葬比丘成佛了 好阿弥陀 上明过土 是仪宝 上是前一段 前一段我们学习的 讲极乐世界 这是仪宝 就是修学的环境 土 为身之所依 故名 仪宝 这解释 什么叫仪宝 佛是能义 故名 正宝 国土是所依 佛是能义 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 也是能义 佛有三身 第一个是 法性神 简称为法神 居长级光土 这是真的 讲真实 唯独这是真 为什么呢 他们有生命 这个真呢 在中国 六族会能打死 真的